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 5月24號禮拜五的財源廣進 昨天台北股是大跌 那今天台北股是反彈 但是空間不大 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個指數呢找盤的時候呢 就直接走高 那但是呢最高來到62點 稍微有點壓回了 那目前呢這到收盤之前 將近漲20幾點左右 那這個禮拜以來 不要說台股 全球股市幾乎都一樣 都受到貿易戰的一些 消息面的干擾 一下好一下壞 一下漲一下跌 那到底現在狀況怎麼樣 那尤其對股市的影響 到下個禮拜會不會什麼變化 好我們直接來看 根據貿易戰最新的消息 今天早上今天禮拜五 5月24號禮拜五 早上最新的消息是這樣 我們來仔細看 川普說了 5月24號早上6點多的新聞 美中貿易戰很快就會落幕了 他是這樣子講 他在推文上面說 他說美國和中國 很有可能達成貿易協議 那協議中呢 還包括華為的解決方案 好那各位 那到底美中現在談的 內容結果怎麼樣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禮拜以來 全部都是靠著消息面去主導盤勢 忽漲忽點 可是呢這樣的盤 到這個時間點來看 比方說我們今天測標 寫得很清楚 下週開始會蠻關鍵的 為什麼下週開始蠻關鍵的 因為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有跟各位講過 這段期間我們要怎麼去看這個盤 我們仔細看 5月15號 那時候台股打下來之後呢 我說台股也不可能馬上漲 那這段期間最好的方式 就是走區間 區間的目的在等月線下來 然後我說下波攻擊點 可能在接近月底附近 有沒有 那下禮拜又接近月底啦 但是呢台股到底有沒有機會攻呢 那到底關鍵點在哪裡 好各位再仔細看 5月17號我當時跟各位講 上海股市它會領先台股呢 先攻月線 當時5月17號跟你說 再9個交易日嘛 5月23號昨天我跟各位講 再5到6個交易日 入股就要挑戰月線 好那我們就要回頭來看 昨天美股還是受到消息面影響 那川普說美中貿易戰 很快會落幕 那這個內容呢 這個消息面是在監早上 所以美股來不及反應 可是呢我們就美股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到現在為止還是維持區間嘛 高科技股呢 也是首穩連線嘛 還在一個區間裡面 中國股市呢至今呢 也是維持區間嘛 但是呢這個區間啊 等到下個禮拜開始的時候 它的月線會開始快速下移 它會開始快速下移 所以我們從今天早上川普 給我們的一個消息面 跟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前 跟大家所分析的技術面來看 下個禮拜 反而這個地方要開始注意了 月線下移之後 會不會出現一個什麼轉折變化 反而讓股市呢 有一個更明顯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整理盤 去到這個時間點來看 還花點時間啦 反而月線下個禮拜就到了 所以反而是有機會的 那當然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比較沒有信心 因為忽漲忽跌嘛 那尤其你台北股市呢 是比較偏弱 為什麼 昨天還創低一點 那今天反彈空間也不大 那到底這樣的盤 如果下個禮拜 台股或國際股市 有機會談的話 那到底要做什麼股票 那這就是我們在 近期這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一直在跟各位探討的是 盤市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還沒有要發動 但是你台股要發動的 那個關鍵點 什麼樣的個股 它是重點 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個股 它是輪動的一個重心 這相關的內容呢 其實我們都有在這個 Light裡面跟大家去做解說 那如果說當機會來的時候 你看不懂這個盤 或輪動的順序你抓不到 到時候呢 就算台北股市下個禮拜 或全球股市下個禮拜 有機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反彈 到時候你也不知道買什麼 所以這個禮拜以來 我們在Light H裡面 都跟各位探討 到底這樣的盤 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你要從什麼樣的角度去接入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台北股市比較弱 因為全支股 比方說這是台積電 比方說這是鴻海 近期都成為外資的提款機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嘛 如果下個禮拜的入股 有機會挑戰越線 你台股也不會再跌了 這一定會往上帶 那當然反彈的空間 到底情況怎麼樣 再看美中的貿易的 協議的一個狀況 可是呢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要先反彈呢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 昨天我們在Light裡面 我們就有跟各位講過 昨天5月23號禮拜四 我就跟各位講台積電跟鴻海 台積電跟鴻海 你想想看嘛 你指數要先直穩 你全支股一定要先直穩 對不對 所以呢 全支的個股在這地方 它不可以虛弱 所以呢我倒認為 以鴻海來看 這一波打下來之後 已經來到什麼 前面的低檔區 那如果說你從月線裡面來看 更明顯 100年以來 它幾乎都是在一個 前面的低檔區嘛 對不對 那這樣一個操作模式就是 當台北股市有機會去反彈的話 你全支股一定要表態 所以呢 當這些全支股 打到前低的位置區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反而在下個禮拜 指數會不會有更明顯的 落底反彈空間 全支股是重點 所以這是第一個重點 但是當你全支股起來之後呢 那這樣的盤 什麼樣的個股要去做人動 這就是關鍵 好 各位我們來看 其實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好的股票 我們都會先建議你在低檔去買 那這樣的盤 走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偏整理嘛 那有些個股呢 就像我們跟他說的 全支股已經開始 達到一個前低的位置區嘛 那這些全支股你要表態 但是你好的股票 一定要有法人切入之後呢 這些股票才有機會往上攻 那方向在哪裡 當時我們跟各位講過嘛 矽晶圓的中美金嘛 我5月8號跟你講68塊叫你買 當時才剛漲嘛 有沒有 當時才剛漲嘛 台北股市那時候再跌 我跟你說你要先把資金 放在中美金嘛 為什麼 本益比偏低嘛 結果你會發現到 這一波的走勢最起碼飆了兩成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呢 你仔細來看 中美金的走勢 近期還在創新高 那這樣子從低檔買進之後 讓你看到創新高的股票 不是只有一檔喔 投資本再仔細來看喔 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比方說5月7號 我跟你講立基 有沒有 跟你講立基 前一波的時候呢 在低檔我跟你講 前面這一段先賺17% 然後呢5月7號的時候呢 我在這個地方再跟你講 結果呢再拉高 再創新高 到今天為止啊 你會發現到 立基在創新高 還是在創新高 為什麼創新高 因為今天漲停板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啊 這些在低檔形態的股票 當時你跟著操作 兩次操作 我說最起碼讓你看到三成 讓你看到三成 如果這次不是川普的事件 影響的話 我們的股票早就衝出去 不只賺三成 可是這樣好的股票呢 我認為下個禮拜開始 當你全職股動之後 那些職優的個股 也就是說本益比偏低 股價低估的股票 它一定要動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既然你中美金 都能夠把矽金元的本益比 拉高到15倍 所以矽金元的個股呢 反而在下個禮拜要留意 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近期啊 比方說 6182的合金 經濟本益比就在7倍到8倍 6488的環球金 本益比就在8倍到9倍 近期都跌不下去 對不對 那當這些低本益比的股票 都往上攻的話 接下來要注意什麼 被動元件 現在只有3倍 現在只有3倍 那當整個全職股動起來 那你職優的個股又往上動的話 台股低檔不會太多 低檔不會太多 所以下個禮拜是反彈的一個關鍵時刻 當這些全職的個股 只跌了 然後呢 職優的個股也上來了 指數跌不下去了 後面另外另外一個輪動 就會落在什麼 中低價的個股 所以呢 台股的輪動是有它的順序在 掌握這樣的順序 你的獲利啊 才能夠累積增加 所以呢在這一個禮拜以內 我們都在跟各位講解 整個選股的一個操作的重點 跟技巧 跟輪動的一個方向 那下個禮拜 台股進入到一個 反彈重要的關鍵時刻 當然入股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川普今天說啦 這地方啊 美中貿易戰 很快就會落幕了 那我們希望跟他講的一樣 所以呢下個禮拜開始呢 反而有些個股會比大盤先動 你要懂得去掌握這些股票 才能夠賺的比較多 好不好 那如果說 掌握不到這些訊息的 或是對整個輪動的操作 沒有辦法掌握的 歡迎你 到時候呢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好不好 這個LINE 加入LINE不用錢 那我每天盤中 會跟你追蹤 盤是最重要的一個操作策略 到底在哪裡 所以呢要好好把握 下個禮拜 台股反彈的一個 關鍵時刻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禮拜一見 拜拜 拜拜 好 對 不 有 個字幕 會 你 沒